我面前这一盆是桃栗 今天我要正经的说一下 桃栗到底应该怎么用 之所以要拍这个是因为 我每次看到边发来的那个发布里头 像这样铺满桃栗的盆子 我就很着急啊 因为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 首先为什么说它错误的 就是因为你这样给它弄出了 土啊干湿你是看不到了 干湿循环 还有就是给它这样弄的 植物对于植物的呼吸来说是有影响的 所以不要随便再用桃栗 这样铺面是错的 一般来说我们平时怎么用呢 就是铺底 而且用桃栗还有一个原则 一般就用在大盆上面 不要用在那种迷你的小盆上面 那是没有用的 而且还会挤在小盆的生长空间 像这种比如说 这种长的二加仁盆 它底下就这么一点孔 然后给它这样那种桃栗 就有了空间呼吸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有雨季的地区 盆子这样给它铺上这样子 桃栗啊什么的 也有利于说那种 就是连续几天积水后 它就比较透气透水 也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平时用那种桃栗的时候 不是给它直接拌土的 也不是说直接这样加在盆顶 因为后续你 比如换盆啊取出来的时候 跟土混在一起 分都分不开就很麻烦 一般我们正常的使用方法 是这样的 这种网都把它给装进去 这样给它装好之后 你给它这样稍微弄一下 然后这样放在盆顶 然后再加土 以后换盆的时候 你这个可以整个的取出来 就不会跟土棍在一起 也就没那么适合 所以逃逸的使用方法 使用正确的话 对于连续几天的地区 还是很有好处的 这就是它的正确使用方法